大家每天都会说恒大恒大 的确消息很多 昨天恒大是反弹 尤其是3333弹得比较多 又传出说他有一个重组方案 应该短期来会公布 就说中央是否会帮他一刹三变国旗 但是之后又有一个新消息出来 就说中国安局要求地方政府 为恒大潜在的破产做准备 另外又传说他指示恒大短期 都要避免美元债违约 其实大家怎样去解读 说每天都有不同的资金出来 究竟是逐渐说危机开始逐渐解除 还是其实都说不要那么容易 或者放松 我想最后应该没有去到很悲观 很极端 我觉得无论是否好或是整体 大家都不希望恒大爆破这么夸张 因为那些年都比较广 不是恒大自己 可能是爆了时间 但银行、金融机构 其实都可能有面对不同的冲击 无论境外或境外都是 所以大家也挺关注这个爆炮的情况 所以当然不是希望走到这么极端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就算没有这么极端的结果 是否等于恒大可以叫做博得过呢 始终我继续都没有改变 我觉得都是看着这件事的发展 不希望它爆炮 不希望它拦掉其他东西 但是这个是或者这只股 就真的不是怎么考虑的了 因为其实说到昨天 虽然你看看 弹了一乘七 然后回到两个六号岭 但是其实跟上个星期五来的那位不是一样的 你只可以说刚刚回到上海星期五个位置 但当中这几天下过去两个两元B这些位置 其实都吓过大家一段 所以不要只看单日的升幅 我想是整个小时整个走势其实是没有改变过 甚至乎其实这一刻的消息都是比较混乱的 我觉得其实很难去考究怎样做 正如刚才Irene说的 昨天传出来 又说将恒大一拆衫变成国企 但是另一边有个新闻又说 内地有叫一些什么银行啊机构啊 可能会有定心理准备 恒大会有个祸产的可能性 究竟是如何呢 究竟是否够 还是会不会是等它破完刷才够呢 其实真的不知道 不要说只凭单一个所谓变国企 这个字的消息 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件 就是时间点何时做的 其实真的不知道 可能真的等恒大华一拆 破产之后才做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就难估一点 所以我想依然都维持 和上个星期或过去的看法一样 就是选择这个是一个 挺高风险的选择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很超级投机性的取态 但是如果你说真是 纯粹投资角度 或者就算是博短投资角度来计算也好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就是要内房有内房 要物馆都有物馆等等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是选择在个别行业里面 最危险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看法来计算 到这一刻也没有太大改变 是 那有一个 这一刻也没有太大改变 就没有太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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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